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回到现场 我们继续来探讨这样一个主题 事实上刚才四位贵宾就针对夏日热血谈了很多 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局块 怎么样让生命不一样 为梦想而学习 事实上我们从夏日热血里面 我们可以引申到这个部分 为什么呢 我想我们在这夏日热血里面 是希望说让它好玩之外 也要能够从中学习到 我不晓得各位记不记得 我们在有一个问面临的一个问题 从小学到大学 有越来越多的孩子从学校中逃离 因为他的学习觉得很辛苦 不愿意学习 或是过着一个就是很软烂的 无动力的 不知道怎么样学习的一个方向 过一天算一天 我们现在蛮多这样的学生 尤其在不是暑假中间 是在学习那个阶段 所以在这样一个没有学习的动机的情况之下 可不可以用夏日热血来帮他带动这样的一个学习动机 因为说实在的我们这个时代 是在上一代奠基的保护伞底下 我们现在的孩子是这样子 所以很多 因为他现在变成更多的自由 比如说制服 法禁都没有 这个自由更多了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理想一个抱负 能够带动他去学习才有办法 对不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觉得说用什么方式可以在暑假这两个月来 因为平常都是升学都考试 那如果能够在属下这边 让他注入这样的一个动力 有没有可能 请教一下张远 刚刚秘书长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这个为梦想而学习 我真的以我自己的例子 或者是我看到很多成功的 这个成功人士 他们在分享他们过去成功的这个过程 我都发现到 他们其实就找到一个 他们愿意全心投入而非常有热情的一个领域 然后在这个领域里面不断的投入 然后创造出他现在的这个成就 我一直想到一件一句话 我们以前常讲这个天生我才必有用 所以我也始终相信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那一面 但只是这个独特的那一面 是什么时候被自己看到 或者是什么时候被启发到 但是因为这个平常的上课内容就这样子 就是固定制式的比较制式一点 那你就必须要透过学习然后考试 然后从考试的成绩里面去获得成就感 但是毕竟这个讲真的能会考试 能考试的学生还是不多 所以其实但是不是说不会考试的学生 他的这个未来的成就就会比较受限 而是他可能要在考试以外的领域里面 去找到自己的专才 那所以这个上课真的是一天从早到晚 那你说晚上好不容易可以休息 你还要再去做其他的这个活动 我觉得对小朋友的体力啊 对生活也都有影响 所以真的是要好好的利用 这个暑假这两个月的期间 第一个没有课业的这个时间的安排 然后时间也比较弹性 然后时间也比较长 那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时间 暑假的期间来做多元的接触 因为我也看过刚才讲很多这种成功的人士 他不是从小就说 我立志一定要做哪件事情 常常都是有一个偶发的事件 或者是他曾经参与了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然后开始他觉得这个我好像很喜欢 像这一次我们这个教育部 教育处有跟这个中兴大学 还有这个公园院 一起合办这个科学家的秘密基地 然后也由我们那个社会处来积极寻找资源 带小朋友到中兴大学去参与这样展览 然后后续我又遇到他们这个办展的一个主任 大学的主任 他就有提到说 小朋友在这个接触这样子 台湾最高端的高科技的过程当中 他发现原来他对这样子的一个科学 非常的有兴趣 我相信这个可能不一定他未来成为一个科学家 但是这个对于他未来的发展上一定会有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因子 存在他的这个头脑或心理 他会觉得这方面很有兴趣 他可能回到学校对于自然科学他就特别的有兴趣 或者是说他可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只要遇到相同的东西他就愿意多看一眼 多接触一点 我觉得就可以为他的这个梦想 更厘清他的这个梦想的拦读 我相信每个人只要他知道自己的确切的梦想 确切的目标 他的这个学习动力绝对是更强的 是 所以我们都发现到说 现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环境里面 我们怎么样来翻转 怎么样来改变教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从一个无动力 变成说现在好像是一个无动力的世代一样 要让他们学习 不能停留在那个考试的节目 就是学习就是要应付考试 这样的状况是蛮不乐观的一个部分 就像现在我们就 在因为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都在把乌山底下 那他好像是很多的 在他脑海里面已经没有什么斗志一样 我们都担心 他也不会担心说明天没有饭 有没有饭吃 也不会担心 反正有上一代 所以当他在外面竞争力 遇到困难的时候 变成他会躲起来 会弱化 这表示说抗压性不够 像我们现在常常讲的 就是那个草莓组一样 其实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怎么样改变 不要停留在考试的一个年代 为学习而考试的年代里面 我们要请教一下宇均言 我想几个问题想请教 其实我们应该怎么让我们的孩子 能够投入这样的一个学习 那让他感觉到说 我想要学什么 我想要学到什么 我学了之后可以做什么 那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学习 跟生活跟生命能够结合在一起 从这个角度 您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 应该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来出发 提高孩子的一个学习动力 就像夏日乐学一样 我从这里面来教他 我想我们来看一个成功的人的例子 吴宝春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面包界的奇葩 那吴宝春他曾经分享过他自己整个学习的历程 他从一个非常传统的师徒制的一个面包师傅开始做起 等到有一天他开始面对到一个状况 就是说他为了要去研究 他这个面包怎么做会更好吃 他开始要去做非常精准的一个数学的计算 当他开始发现原来面包他跟发酵的时间有关系的时候 他开始要去研究 他开始发现有人要邀请他到国外去 比如说到日本韩国甚至到美国去做演讲的时候 他开始发现他有语言学习的必要性 这个就是动机的问题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 比如说以夏日乐学里面来说 不同的多元的这些课程会启发孩子 发现自己的才能或者是潜能 也许是自己发现 也许是透过老师发现 也许是透过同才发现 当孩子找到自己的动机 学习的动机很重要 就是说我想要学 或许是烘焙课 或许是树攀 或许是画画 不一定不一样 但是当他动机找到的时候 他其他的这种意象就全部会出来了 就像吴宝春一样 他就会想要去学数学 他会想要去学语言 这个时候学习动机出来之后 他的学习成效才会出现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 透过夏日乐学去发现孩子 可能自己找不到的一个潜能 或者是才能 当他发现自己的这个才能之后 老师才能够重盘做更多的一个引导 那我也相信 这样子的东西 对孩子来讲 它的影响会是一辈子的 是 所以我们真正让他清楚 自己想要学什么 然后他能够要学到什么 那学到这个东西 要未来对他的人生来讲 有什么去改变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从夏日乐学里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里面去 加入这些元素 让孩子真正平常上课 就是考试考试 这个时间里面 这两个月里面 能够改变他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请教校长 您觉得在您的计划推动里面 有没有这样一个成效 我们孩子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改变了 能够让他自己有一个独立思想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成效 我们的计划里面 因为一开始是有去访问农夫 那他们了解到农夫的辛苦 要养活一家人 他必须种了很大片的稻田 才有办法养活一家人 可是我们又去找一个 做这外面成功的人 请他来跟小朋友分享 他只要一小块地 透过他的鱼菜共生 他是可以过很优渥的日子 可以改善家庭的经济的 所以他来探究鱼菜共生 这个怎么去让菜长得好 鱼也长得快 这种问题的探究 它其实是很有意义性的 所以小朋友会引起他们的动机 他们愿意去关注这个问题 他们面对他们的困难的时候 他们会想办法去解决 我觉得这是一个 因为我们申请的夏日乐学 也是属于模组化的部分 属于方案二的模组化的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模组化的课程 让孩子实际去了解问题之所在 去探究去讨论 培养他们的能力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教育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孩子要保有学习的热情 他也要了解他自己的兴趣是什么 从那边去培养他的自信心 他才能学习千里到他的课内的部分 可以提升他学习的成效 那很害怕看到的是 放弃的小朋友 他在国小就对自己 好像已经放弃了 那这就要想尽办法 比如说夏日乐学的活动 还是其他社团的活动 让他去找到他的最爱 去喜爱 然后有成就感 让他有舞台可以展现 他就有自信 那最近应该说昨天晚上 我收到家长的一个讯息 他说感谢学校办理夏日乐学 他的原因是他的小朋友 以前比较害羞 不敢跟人家接触 然后我们教会他泡茶之后 有时候要奉茶还要讲话 然后明天台中市要邀请我们 去参加他们的记者会 家长很期待说 因为他希望有一天 看到他的小朋友上电视 因为小朋友回家 跟他说他有可能会被派到 可能会上电视 就有那种期待 所以小朋友 只要你告诉他 学习这个以后 我们可以 未来会用到 而不是说这些都用不到的 他们学起来都没有兴趣 我相信每一个孩子 他原来都是有求之欲的 只是说学校要怎么去安排 让他们不断的启动他们学习的热情 这样看到他们自己的希望 是是是 我想校长真的很用心 从这个角度里面 我们就看到他成效发现了 当然不能百分之百 但是中间只要去能够改变几个 我们就得到这个教育的效果 好 我们学务管理科科长 科长您就针对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 我们有很发现出现在无动力的一个世代 很担心的就是我们的教育 未来可能会越来萎缩的情况之下 您站在教育的角度 您有什么看法 目前 艺术长讲的这个状况 其实在国教育人在做教育改革的面向 其实只有考虑到 我们其实在各个国际的评比都发现说 台湾的学习智信比较低落 学习兴趣也比较低落 尽管说我们的可能数学成绩 国语成绩会是在世界前茅的 那这一块所以也导致了我们现在教育改革的方向 设定国教它改革的方向其实就是希望说 把数量导向融入生活中 就是让你的学习是跟生活做连结的 你不再是生活是生活 学习是学习 它其实各个布定课程过因素 它其实可以跟生活做结合的 举例来说我们在学数学的三角函数 或者是角度的测量 它其实可以跟生活的大楼的高低 桥梁的长短 去做生活实力的距离 那有的学校就用这个来设计课程 把学生带到桥前面 或者是用自己身高去等比 这个楼有多高 去换算 去换算 对 所以学生透过这种方式 其实他可以渐渐的觉得说 这些知识它是在生活中有用的 那这一部分就要靠我们 其实在老师教材教法上就要去做一些调整 那我们不断的在这一块 比如说像透过教师社群 教师专业的研习 去引导老师说 你的教学方式 不要再是以老师为本位讲述式的 它应该是以学生为本位 学生中心 你可能透过学生的分组讨论 你设定讨论主题 那让学生讨论之后 自己产出他们自己的想法 去做个发表 去做个知识的呈现 那对学生来说 他才是有意义的知识 那另外 这是在布定课程的部分 那是现在也有 CNN 国教也强调一个叫校定课程 它其实是让学校 透过在地化的设计 校本的设计去规划 学生的需求跟学校的想法 去做一个结合 所以校定课程是相当多元性的 它可以透过学期中 去上一些整合型的跨领域的课程 那这一块就有点像是夏日热血 只是没那么的实作 也没那么的自由开放 因为毕竟还是体制内的老师 去设计课程 但是他相对的已经对原本布定 比较僵硬的课程去做了一些调整 那是未来我们CNN 国教的一个走向 各个年级都去做这个 那所以在我们 我们县政府的教育处的一个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 能够协助学校去做这个计划 县府在教学延期最大的计划 就叫精进计划 精进计划 那精进计划它其实涵盖面向很广 教师研习 校长领导真能 那家长端的宣导 都涵盖在这个里面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 应该说学生学习动力的找回 他其实要透过从家庭到学校 到整个教育体制都去配合 他才可以去达成 因为家长也要有这个概念说 我们不再是一昧的考试 才可以出人头地这件事情 他要人接手 那学校课程要人怂绑 老师教学方白要改变 这样他才会成功 对 所以其实我们担心他就是说 这一代的年轻人 我们看到的不希望说 他在一个无动力的世代里面 在来学习 所以我们有一个夏日乐学 这样一个情形来协助 我相信是能够帮助很多的 那但是重点是要 校长老师有那个热情 有能够付出那个牺牲奉献 才有办法 好 今天非常感谢四位贵宾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那对夏日乐学成效我们也看到了 最后也要请四位贵宾做一个间断结论 首先张燕间断结论 我想这个如何为梦想学习 我们常知道人生因梦想而伟大 在找寻的梦想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 时间梦想也不是一朝一夕 但是只要每个人找到他自己的梦想 我相信他的学习动机学习热忱就会出来 这个是很重要 那是如何找到梦想 需要透过多元的接触 很多这个大家的搭配 一起来找到这样子 所以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生活在梦想的实现中 是 谢谢 感谢张英元的一个结论 宇军议员的结论 好 我想夏日乐学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就是说透过不一样的师资 给予孩子不同的学习方式的刺激 然后透过活动式的一个课程 让孩子从做中学 那我们会在夏日乐学当中看到孩子的改变 是 谢谢 谢谢陈英恩 科长的简短结论 我想教育是生命来影响生命 那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 就是希望说透过多元学习 可以让学生他的生命 可以更加的宽广跟丰厚 那希望说这些学习方案 对学生真的是有帮助的 那我们也期待 也确定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计划 是 谢谢 感谢科长 校长 您是实际的从事的 所以您也做个简短结论 好 我觉得很荣幸上这个节目 但是我觉得所有 为夏日乐学互出的 所有的学校的行政团队 还有老师 他们都跟我们一样很辛苦 值得肯定 那我们没办法预测 孩子会在什么时候有转变 那我们给他多一个机会 我相信孩子总是会改变的 是 谢谢 感谢 感谢侯校长 我想这个主题是 希望我们教育能够更好 让南投县的孩子 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受教权 所以南投县议会议长 非常非常关心 所以在我们的一个夏日乐学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大的目的是 怎么样去延伸他的学习 那在很自然 无压力的情境下 学习到很多的本土语言 本土的文化 在地的文化 包括我们对 想要学生跟土地的一个结合 能够家乡的情感能够结合 我想从这个角度里面 我们让他培养到 关心他人 让他社区的能力能够加强 让学生能够融入在里面 当然我们从这里面 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 让他学到更多 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改变一个教育 让我们原来无动力的一个学习里面 改变成一个有动力学习 当然这要靠着我们的 校长老师的一个热情 来帮助他们 那投县议会议长非常关心 希望我们大家一来努力 当然家庭跟学校的配合是最重要的 我们希望说 家庭跟学校一起来努力 议长跟所有的议员 也会支持这个样的计划 我们一起努力好吗 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 谢谢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